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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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阿比 上集记录了起种的过程 今集会解释起种过程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之后再讨论起种的常见问题 这集的内容会与烤总2 起种大部分相同 但会加上一集起种作为一个例子 起种不太明白或者没看过之前的影片 今集应该可以令你更容易明白 起种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首先起种是可以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酥性期 面粉里面的微生物因为缺水 处于一个优眠的状态 但当面粉和水混合之后 那微生物就逐渐酥性了 第一次喂养了24小时之后 酵种的大小就没有明显的变化 只是表面变成了深色 原因是因为里面比较多酒精 改变了表面的颜色 这代表其实微生物就开始变得活跃 但是酵母就没有明显的繁殖 第二阶段就是淘汰期 面粉里面的微生物已经缩性活跃 当有新的面粉和水之后 就会成为了它们的食物 但是新面粉里面的微生物 因为它仍是处于一个优眠的状态 所以面团本身的微生物就处于一个优势 它就可以在面团里面优先繁殖 去霸试面团 面膜需要的微生物 例如酵母、乳酸菌、草酸菌 是属于一个优势的微生物 它更容易在面团里面繁殖 每一次气种和喂养 就是保留小部分的酵种 在新的面团环境里面繁殖 经过一次次的气种喂养之后 一次次就淘汰了其他微生物 所以酵种变成了充满着面包需要的微生物 第二次至十次的喂养都是属于淘汰期 第二次喂养的时候就上升得很快 第三次和第四次就是停滞期 第二次喂养的时候 虽然涨大了一倍 但是令面团脏大的微生物 就不是酵母 所以即使涨大了 起众还未完成 第三次和第四次都是停滞期 面团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微生物 酵母还是少量的 就未足够去制造二氧化碳 所以面团的体质就无变化了 第五次喂养的时候 第一次开始 虾母和其他做面包需要的微生物 都一步步去占领了面团 所以体质变大的时间都越来越快了 最后的阶段就是成熟期 当面团充满面包需要的微生物 每当有新的面粉在水加液的时候 就可以稳定地繁殖 制造出充足的二氧化碳 成为美味的面包 第十次喂养之后 面团的涨大时间很稳定 和体质都差不多了 所以酵种已经进入成熟期 起种就完成了 现在讲下起种的常见问题 第一条问题就是 起种究竟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第一样就是 营养之前所有用具都要消毒 去防止维菌进入面团 第二样就是 面粉一定是有机没有漂白 因为漂白的过程 会刷死了面粉里面的微生物 而有机的面粉对面团的长久生体环境 是比较健康的 第二条问题就是 起种究竟需要多少日呢 其实不一定的 因为一开始面团 没有微生物和比例都不一样 所以逃退期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 而且温度都会影响起种时间 所以只要酵种可以稳定地长大 才可以判断成功 可以摆进冰箱 第三条问题就是 其中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样就是 怀菌侵背了酵种 原因就是 淘汰过程中 怀菌胜利了 或者是 怀菌在胃养过程中 侵入了 例如像发毛 第二样就是 酵种的过酸 可能有太多的乳酸羹草酸羹 寄出的乳酸羹草酸 令到酵种是过酸 不适合酵母的生长 所以就是起种失败 第四 怎样可以判断起种失败呢 观察判断起种是否失败 要放弃重新起种 第一样就是视觉 你们看一下 究竟有没有Demo菌 在表面 或者经过一天之后 它没有长大 如果真的没有长大 那你就会给它一些时间 可能仍在一个肚子态的阶段 你可以作为多2-3天 看看有没有变化 才决定放不放弃 第二样就是抽菌 你问一下酵种的味道 正常有酸味和酒味 如果有其他乳酸 可能酵种已经被其他恶菌入侵了 而且你也要用触菌 你要注意一下质感 会不会像流沙 好像里面是没有根性的呢 如果它没有根性 可能面团是过酸了 酸已经破坏了面筋 第五样 就是什么需要喂养呢 最佳的时机 就是在喂养最高峰的浸出的时间 或者是略落的梅落 在途斜期的时候 可能会不会长大 如果是这样 就至少每月24小时 就为人一次 第六 究竟是什么为酵种的最高峰呢 最高峰是除于酵母的数量 面粉的类型和水量 就不同 如果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一两个钟都没有再升高 那实际是高峰 如果天气越暖 最高峰的时间就越短 天气越冷 最高峰的时间就越长 所以我建议秋冬天气种 即是温度在15-25度里面 高峰其实长一点 即使过了两三个钟头 都影响不大 第七样 气种怎么办呢 我上面就是很多气种的食谱 但我没有建议吃起种时候的气种 即使煮熟 但里面有太多不同类型的微生物 我自己就会放在厨房里 帮助分解变成肥料 下一集就讲一下 身体的酵种和旧的酵种 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下集见 拜拜